台北以後 聽說 後來聽說 他們分批去跟師父 完說 他說 我們佛學社有這麼樣一個學長 你讓他來打氣好不好 師父一直都沒有說 沒有說好或不好 但是過幾天又有另外一批人去跟他說 師父你讓這個人來打氣好不好 師父也沒說 聽說他最後答應是在有一天早災 那時候早災 你們不要想現在王虎山的早災 那時候早災是一塊印度 圓桌一桌師父跟大家做一個圓桌 四個人做不滿那樣的吃飯 聽說有一天早災 師父飯碗剛端起來 結果旁邊馬上又有一個人跟他說 師父 那個林夢妍要來打氣的事情 到底可以不可以 師父的飯還沒有吃 哦 師父說好啦 趕快就上台了 好 就是這個因緣之下 這個是應該是70年的年底 後來 但是我說我一直記不清楚 因為我印象中一直是70年 但是又有一個印象是71年 我這次因為跟師父跟我們幾位老月中印法古文化的邀請去露營 去大家去回憶從前的時候 我終於弄清楚了 原來是本來是70年年底改成70年年初 我才會一直記不得 我才會一直記 那個時間我一直記不得 那因為我記得我打完禪棋回到台中 那時候我在台中工作 我回到台中的時候是過沒多久就過農曆年 所以它是就是71年的年初去打這個禪棋 那這個是很有意思的 這個禪棋沒有什麼 嗯 應該怎麼講的 我就拿著行李就到了文化館門口 要報告的時候那名單裡面沒有 所以又不能進去了 啊後來又去聽說他們又去問師父說 現在外面來了怎麼樣一個人 可以不可以讓他進來打氣 終於點頭了 終於進去了 又睡在板燈上 因為沒學過 當然打坐 因為那時候學佛七年了嘛 打坐也有打過 但是呢 一到禪棠 師父早期的禪棋是 從蜀席開始教 現在初期禪訓班 的那個坐姿 怎樣調聲 調息 調心 就在報到第一天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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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方式 連續非常多年 教完以後就打坐了 開始 大家就開始 靜於 休閒 記得那時候我 早期參加禪棋 我每一次都輪到下行堂 所以下行堂就是要洗碗 那其實是十幾個碗 裡面都沒什麼好洗嘛 但是呢 在禪棋期間洗碗的好的 有意思的地方是 第一天第二天 還會想外面的事情 到第三天以後就想 禪棠裡面的事情 禪棠裡面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洗碗 所以鼠息到最後不是鼠息 而是鼠碗 那個碗會自動跑出來一個 兩個 三個 是這樣很有意思 跟師傅的第一次禪棋 打完以後 其實我真的解決我的問題 其實一年到現在是 就是民國99年 所以就是剛好三十年 是嗎 我說數學怎麼差 28 28年 28年來 當時的 體會到今天都沒有變 當時跟師傅打第一次禪棋的 體會是 的心得是說 然後 噢 原來 佛教的修行 就是要練心 而心是可以鍛鍊的 佛教最珍貴的是提供一套 可以鍛鍊了我們的心的方法 那我有透過這個心的鍛鍊 才可能 把我們所知道的佛法 跟現實生活的表現 把它 讓他們結合在一起 我學佛七年 不能知道這個道理 不能透過有效的方法來練習 我當然沒有辦法 我當然 有學佛的我跟沒有學佛的我是一樣 這是很合理的 那 但是 師傅 他把 佛法真正的 修行的要領 交給我們 所以我當時生起 很大很大的信心 對佛法 而且我覺得那是佛法最 佛法在這個世間 最珍貴的東西 因為 世間有非常多非常多的 各類各樣的學問 對吧 不管是世間的學問 哲學 各種學問 或是宗教 各種宗教 講的 高妙 神奇 玄妙的 實在是很多很多很多 讓我們探偽觀止 人類的思想 怎麼如此的 豐富 但是 其中可能也包括佛法 但是佛法真正最珍貴的 可能不是 那個 看來 華麗 佛容赴 的理論而已 而他更珍貴的是提供一種 可以修煉的方法 那是我跟師父第一次 打產期的 信德 也因此 也因此 因此 從 那一次 之後 從 那一次之後 基本上,我就認定,師父其實是我 其實師父是我的法身父母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就是很珍貴的 可能也是因為我去跟師父打氣的因緣吧 因為是我想要解決我那個問題嘛 佛法的知識跟現實生活中的我 而且還不是現實生活 根本你就是在做一件法的事情嘛對不對 你再辦一個佛學演裡,再辦一個佛學社的幹部訓練演裡 面對著是這一局 佛教,不管當時可能沒有想那麼大 當時想的是我們